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要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 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我是黄丽杰 听众朋友您是开车足吗 不知道会在开了几年之后想要换车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大约十年左右忍受了 就会认真考虑买新车 不过听说现在要买新车 得要等很久可能一段时间 这供不应求的原因跟COVID-19疫情是大有关系 相信您可能还记得 去年全球出现车用晶片荒拔 像美国 德国 还有日本 这些国家都主动向台湾求援供货 这显示出货是出现了一些困难的 不过这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会持续多久 此外呢 要跟你谈的是 在新科技刺激还有环保的带动下 电动车将成为新宠儿 等着迎接不同驾驭感受的消费市场 对应的制造端供应商 他们有些已经瞄准这个新的方向 我们的台场呢 如何掌握机会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财讯双周刊 采访主任陈雅杰和我们一起来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 主任你好 丽京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看到你们所出炉的这份的采访报道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因为有关我们的民众的生活 开车大家都是必须 有些人说在疫情之下 好像这个房车呢 行动力还蛮不错的 可以让自己呢 可以到某一些地方 关起这个车窗来还不错 好 我想呢 据你们采访团队所掌握 以及所观察的 就车市来看 我刚才说 车市应该是蛮热的 可能是一个卖方市场吧 你们所了解的 如果在台湾 我们要预定一部车的话 通常大概需要等多久呢 其实这个牵涉到 你选什么车 然后还就是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因为事实上台湾在 5月下旬开始 进入三级警戒的状态之后呢 车市的销售 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 那可是在这之前 如果你想要买进口车 那恐怕真的就是很辛苦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 可能我们要回到 国外的情况来看 其实以美国来讲 是最明显的 这个抢车的情况 是非常的夸张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美国本身是 没有晶片制造的产能 那所以呢 当时在去年上半年 他们因为封城的关系 所以整个车厂生产工业 都受到影响 然后等于是 整个关闭的状态 那所以到下半年 他们开始因为疫情趋缓 然后慢慢恢复 产能的情况下呢 但是备货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造成整个晶片大缺货 然后很多车厂 还是必须为了 没有晶片这样的问题 而观察 那这个情况一直陆陆续续 发生到今年的上半年 都还在延续的状态 那主要就是因为 刚才历节你也有提到 就是说其实自己有一部车子 有蛮多的好处 特别是在疫情蔓延的状态之下 那台湾是还好 我们在三级警戒 大动运输工具 并没有暂停 可是在国外的话呢 他们根本就是完全无法行动 如果你没有车 然后就算你有车 你可能在动线上 什么都会受大影响 那所以当疫情开始稍微的 他们开始放宽了一些 针对疫情的管制之后 再加上政府的除困金 让人民手上有了钱 大家就突然好想买车 都跑去买车 可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 车厂坐不出车 所以呢 在国外新车变得非常的难买 然后只好转而去买二手车 造成二手车 有的时候涨价涨着比 那个涨幅啊 还厉害 新车涨太夸张 哇 对对对 所以在国外 特别是美国 抢车是抢到这个程度 那可想而知就说 如果在台湾要预订 进口车的话 哇就要等很久了 是没错 我们的一个朋友 就是身边的朋友 有17构车的经验 他要买一部欧洲进口车 基本就是等两个月 对 而且重点是他等到之后 他去领车 那个服务员告诉他说 把你这批车交完了之后 我就没有车可卖了 所以我得转行 哇因为业绩很差 该不下去 对对对 对因为实在太辛苦了 就是他就算 很多人想要来找他买车 他也没车可卖 对对 或者在国外车厂 生产不顺的情况之下 上半年的车市 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在因为那个COVID-19的疫情 已经开始趋缓的情况之下 带动了车市复苏 因为其实车子 它是一个很基本的消费品 但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耐久财 然后所以呢 它是很受到 跟经济的景气 有很高的联动性 所以过去的经验里头 像是网路泡沫啊 瑶瑶的口供啊 然后还有SARS啊 什么这些都会造成 在当下汽车的销售 就会突然的荡下来 可是只要这一些黑天鹅的事件 缓和了之后呢 大概就是那个市场的消费 就会开始复苏 那个车市这么长年以来的曲线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嗯哼好非常谢谢主任 带给我们你们的观察 我也把这个数据做一下补充 看到中华征信所 他们所观察在2020年 就是台湾的汽车销量 因为疫情肆虐 不过在去年 我们的疫情并不严重 因为防疫做得非常好 所以呢 国内的汽车销量 有达到45万7千多辆 那么如果进口车 跟国产车比较起来 国产车还卖的稍微好一点 不过进口车 还是有些人是青睐的 好那提到这个 车市的一个复苏 虽然现在买车 可能还在 等一等要考验你的耐心 我们也知道 在去年上半年 疫情蔓延出现降温 下半年 随着一些国家 因为逐渐解封 也回婚了 所以复苏了 这个汽车大厂 在政策刺激消费的拉动 或者是比如说 我看到像中国大陆 又推出一些 新能源车的一个下乡的 这样子的 刺激消费的做法 是不是未来这个车市 看好呢 是可以预期的呢 的确是 事实上 车市在2018年之后 是开始还步的下滑 那我们是有发现 大概就是受到了 美洲贸易战的影响 然后而且就是说 全球供应链移动等等 然后全球经济趋缓 这样子的一个 的一些因素的干扰 那可是在这次疫情 带动的整个成长曲线 又开始逆转之后呢 那现在应该就是会重返 那个成长的轨道 那很多那个国际的 调研机构的数据是显示 对于2021年的车市 大家都觉得 可能说不定还甚至于 可以到两位数的成长率 就是和去年疫情 很惨重的情况相较的话 然后虽然没有办法超过 疫情之前2019年的表现 但是未来几年都还是会 继续缓播的上升 其中的几个原因包括就是 各国政府的刺激消费政策 都还在持续的进行 对然后另外就是说 车厂的生产慢慢 毕竟是会步回正轨的 对那这个部分都会 对我们的整个全球的车市来说 是力夺的消息 所以成长的因素是强大的 好我们就持续来关注 这样一个车市的发展了 在关注的同时再看到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这个汽车的革命 我所指的就是说可能会发现 它的值有了一些改变 我们看到国内的这个数据 有这个统计出来 就是说有关这个新车的销售市场 因为疫情在今年看下来 目前是有点减缓的 不过看到这个电动车 油电车 这个新能源车 好像就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反而是逆势乘风而起 包括特斯拉在第二季也写下 交车1600辆的单季新高纪录 至于刚才我谈到中国 这两年看到新能源车下乡 这也是为了要刺激消费 我们看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就预估 在去年2020年 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达到130万辆 大约占中国新汽车销量的5% 那么预期到今年可能可以达到180万辆 另外根据另外一个单位 就是中国汽车工程协会他们的预估 2025年全电动车占比将会提高到20% 另外谈到这个我们就会触及到 刚有关环保的相关焦点 说不定大家都已经注意到 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探讨到 今年7月中欧盟议会再度下重手 宣布全新的环保政策法规 就是2035年欧盟市场不会再允许销售燃油车 看来呢这个新趋势呢 我们关注的是这个车辆的这个质变 对这个供应链产生了哪些影响 是不是这个新能源车会来就是 一个趋势主轴一个发展的动能 对刚才历前说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各国政府的政策除了在刺激消费之外 从2020年到2021年呢 还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 就是对新能源车的补助 和对燃油车的限制 那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可以看到 刚才你有提到的 就是中国车市的数字嘛 那事实上中国就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 它已经对于全球的统计来讲 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那我们这边呢是有一个世界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的话呢 2020年的变动车的销售 是突破300万辆到330多万辆 然后在那个市占的比率的话 是从前一年的3%上下 然后已经成长到4%以上 然后今年呢很可能就会突破 不是很可能 他们认为就是会突破5%了 然后而且未来成长的速度是会更快 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各国政府 从去年以来呢都陆陆续续的提出 他们推广电动车的相关政策 包括补助 就是购买的补助啊 或者是补助充电桩的安装 然后或者是呢 在充电桩的公共建设上面 大局的投资等等相关的补助 另外呢也都订出了 燃油车的退场的市场 那包括最严格的 比如说像欧盟里头有一些国家 可能就是从2025年 也就是转眼4年后 就要禁止弃柴油车的销售了 然后那欧盟 他在7月底的时候呢 又特别推出了一个 fit for 55这样子的一个政策 环保政策 他就是很明定了 在欧盟市场上 2035年之后 是不能再有任何的 柴油车销售的 那这个对于 扬转全球市场的 国际大车厂来讲 当然是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各大车厂呢 也是从去年开始的 都更明确的提出 他们的新的产品计划 大概目标时程 都是会在2030年之前 就让他们的电动车 占他们的新车销售比重 要达到可能是九成 甚至于百分之百 完全转型这样子的目标 好那么在这个制造端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市场 规划 所以我们开车组 也要跟着改变 不过改变 我们总觉得 要方便才行 所以有时候改变 会有点困难 可是好像也不尽然 如果说让我方便的话 我就开 但是刚刚提到 这个充电桩 这个充电基础设施 如果普及的话 相信民众接受度 就会提升 如果谈到这个 我们就连接到 我们的这个产业链 我们的台湾的厂商 有没有具备抢占 这一块市场的能力 对 这就是我们最想要介入的 这个题目的核心了 因为无论如何 说实在话 对于所有的驾驶人 或用车的民众朋友来说呢 车子不管你是加油的 或者是充电的 我们大概对于车子 会有两个最重要的要求 一个就是要越来越安全 一个就是要越来越方便 对 越来越聪明 等等 那越来越安全的这一点呢 基本上 它就会让传统的汽车 加上更多的侦测的设备 对 那这一些东西 都不是传统车厂 它在比如说 引擎啦 变速箱啦 这些机械式的机构上面 做擅长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要越来越方便 越来越方便 包括第一个就是充电站 可能要取代加油站 的事情 所以当你需要动力的时候 变成要去充电 而不是去加油 那个充电的设备呢 也不是传统车厂擅长的 而是电子电力厂商擅长的 对 然后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在使用充电的 然后到让车子可以发动 可以行驶 然后还有就是说 这当中的各种 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会在车上 使用非常多的行动装置设备 等等 这些的需求呢 基本上都让汽车 转向对于电子业的需求 而不是传统零组件的需求 那这就是我们台湾半导体 还有资通讯产业的专长 这个领域了 没错 因为台湾呢 过去在长久以来 就是一直在电子电力设备上 都是非常领先的市场地位 那我们采访了一些业者 他们都认为说 这个汽车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呢 基本上就是要渐渐的去往 科技业靠拢了 你可以说这个是汽车业案 电子业这两大板块的一个冲撞 那这样子的冲撞之下呢 通常台湾的这些科技大厂 就是会有很好的机会 那相对的就是传统的 这个汽车零件制造商 他们可能也会随着这个趋势的发展 也会来因应调整吧 还是说目前就是科技大厂的天下了 我们应该是说 当然汽车必须 基本的一些零件呢 它还是在 比如说车子还是需要轮子 车子还是需要车窗 还是需要照后镜等等 但是呢 你的轮子会变得更聪明 你的车窗也是一样 它会变得有更多的功能 让我们知道Apple它所 正在那个研发中的 它的自驾车 其实车窗呢 我们现在平常 就算把车窗关起来 你还是透明的玻璃 看得到外面 那你可能加个隔热器 也许外面看不到一点 但是在智能车的概念下 这车窗可能会变成一个荧幕 对就是到时候 它会有显示一些路况的功能 这是帮助你在驾驶上 能够更安全 那或者是你的车灯 过去车灯 也就是打开了一个头灯 然后可能你还要去切换 就是远的灯具 或者是说近的 然后对 远方有车来的时候 你还得要去切换 远光灯等等 但是现在的智慧头灯呢 它已经可以做到 它去探夺路况 自动会反应吗 对它会自动的去切换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当它发现前面可能会有行人通过 或什么时候 它会变成一个警示灯 接近你的人车知道说 我要通过 所以你要减速等等的 就是变成一个 车和外接的沟通的方式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 新的汽车的趋势 这样一个更安全 更聪明的汽车的要求 都是带动我们的科技业 能够增加扩大参与 这个汽车的供应链的一个机会 但是你要说 我们传统的领主建厂 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说真的一定会 因为如果你的车灯不够聪明 如果你的轮胎不够聪明 对于这些想要争取更好的市场价格 或者是更吸引消费者的车厂来说 它就比较不会优先考虑 移民为它的供应商 好我想这个危机也应该是转机 我们的台商应该反应非常的灵活 可以来盯盯这个趋势的大变化 做一些调整 在这一波的新科技的一个带动之下 好所以应该我们的台厂的供应链 是不是有些也开始看到这样的趋势 默默在做一些布局展开市场的一些投资 对我们这一次在采访当中也才发现 就是其实我们很多科技厂 都已经压制滑水 看一些国际车厂 合作可能超过十年以上的时间 在对就是悄悄的开发 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先进的车电产品 那这个是我们讲的 个别的科技厂商它早就开始在做的 那我在今年呢也曾经有过一个报道 特别针对台大电的集团 那他们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呢 可能就是大家也比较知道的 就是鸿海集团成立的MIH联盟 那它就是把所有的科技大厂 然后对科技的业者啊 或还有传统的领祖建议业者 我们就先设法集合起来 然后一起来争取看看 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产品 就是可以来供给这些车厂使用 那另外在7月份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个联盟成立 那它其实是先进催用技术协会 那巴奇人呢 其实是以台北市电脑工会里面的 这一些电脑大厂 包括和硕啦 友达啦 然后还有就是丽金集团啊 等等 有丽金集团董事长 黄崇文先生发起的 那现在正在筹备当中 然后预计今年底 应该就可以正式成立运作 那除了这样之外 我们也发现就是有很多科技业者 和传统的汽车领祖建工艺厂的 传产业者 他们一起合作开发 就像我刚才说的智慧头灯啊 或者是说 动力系统啊 等等相关的产品 然后希望能够直接跟车厂合作 这一加一应该是会大于二 所以原本的好的基础呢 就要把握住 再去开发 因应这未来的新科技 还有环保所带动的一个车市的发展 好 我们在今天针对全球车市 在去年几乎因为疫情重挫 那么在今年复苏之后 市场结构发展 因为这个新科技的刺激 还有导入环保概念 所产生的一些变化 能带动我们的台厂供应链 有哪些发展的面向 值得关注 非常感谢 采讯说收看采访主任陈雅杰 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 主任谢谢 那里谢谢大家